这架飞机意外坠毁在了一座荒岛上 女乘客惊恐万分地爬出飞机残骸后 立马往树林外面的海滩跑去 然而出现在她眼前的却是一座渺无人烟的荒岛 看不到有丝毫人类活动的迹象 手机也是根本没有信号 洛丽只能放弃了打电话求救的想法 随后返回飞机残骸里 看到机长正在救助伤员她赶紧上前帮忙 尽管此时飞机里到处都是血迹 但整体损毁程度不大 还有好几个乘客都还活着 突然一个女人的求救声传来 洛丽走过去一看 发现这女人的腿被座椅丝丝卡住了 可女人让洛丽赶紧去看看她的孩子还活着没有 不过令人惊讶的是 这婴儿竟然完好无损地被盖在婴儿车下面 可反观其他乘客死的死伤的伤 唯独婴儿连一点皮外伤都没有简直太幸运了 随后洛丽和机长一起将受伤的乘客抬了出去 但一名空姐由于伤势过重还是死了 洛丽又返回了飞机残骸准备找自己的行李 却看到一个肩膀上有纹身的男人正在翻找什么东西 洛丽本想让对方去沙滩上帮忙看护伤员 可这纹身男却突然拿出匕首架在了她脖子上 不过还好对方只是紧张过度 并没有想真的给她一刀 当纹身男离开后洛丽赶紧找到了自己的行李箱 从箱子里一番寻找后找到了一瓶止痛药 由于那个带着婴儿的母亲腿断了 止痛药能够很好地减轻她的痛苦 不过除了这个母亲以外 其他伤员都没能活下来 连机长在内一共只有六个人幸存 随后大家在机长的带领下 找到一处地势比较高的地方查看 所有人的手机都没有信号 根据机长所说 他们的飞机在行驶到一片海域上风的时候 突然出现了机械故障失去控制 初步估计已经偏离了原本航线四五百公里 但这座荒岛看起来根本没有人烟 也不知道救援队能不能找到这里来 而眼下他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这个叫安博的年轻母亲急需做手术 如果不将她的断腿处理好的话 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她作为心理医生的老黑只能站了出来 表示自己可以勉强一事 尽管安博非常害怕 可现在也只能火马荡死马医了 而这时洛丽却发现 那个纹生男竟然在翻她的行李箱 甚至还理智气壮地说是在寻找有用的物资 毕竟现在大家被困在荒岛上 所有物资都非常关键 纹生男很快找到了一个金色的打火机 这显然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 不过她还是将打火机还给了洛丽 随着夜幕的降临 老黑给安博做的手术也终于结束了 但能不能保住腿还是要看她后续的恢复情况 机长和洛丽四人围坐在一起 几人简单地做了一下自我介绍 不过那纹生男却一个人在后面处理其他乘客的尸体 由于他之前表现出暴力倾向和其他怪异行为 大家都有点害怕这个家伙 而机长在查看了乘客资料后才发现 纹生男叫菲特曾经是一名服役的士兵 但却因为杀死了三名队友最终被军队开除军级 众人一听顿时都感到后背一凉 因为这种资料就意味着菲特这个人很危险 正在这时菲特突然走过来 建议大家换的地方搭建庇护所过夜 并且去飞机残骸里抢救一些物资出来 因为那些尸体很快会发愁 可能会引来岛上的一些烈士动物 而菲特的手中还拿着一把不知道从哪弄来的鱼叉枪 见其他人都非常警惕地看着自己 菲特顿时明白他们在担心什么 于是直接将鱼叉枪丢在了火堆旁 不过这样一来众人也确实能睡得比较安心 第二天早上洛丽醒来的时候 在沙滩上搭建一个营地 这样也能让断腿的安部恢复得更好 可洛丽一听却觉得很奇怪 大家现在不是应该想办法向外界求救吗 搭建庇护所干什么 由于和其他人的意见起了冲突 洛丽干脆一个人走开 她在岛上收集了很多木材 又在飞机残骸里找来了很多没用的书籍 准备搭一个大型的火堆 这样火堆升起的烟就能让路过的船只或者飞机看到 但洛丽却在飞机里的一个更衣柜里有的发现 里面放着机长的帽子和一部手机 不过重点是这部手机并不是机长的 而是洛丽的妹妹卡丽的手机 洛丽顿时愤怒地找到了机长质问 但机长却淡定地解释说这手机是自己捡到的 毕竟大家当天都住在同一家酒店 由于工作和事情太多 机长就没有第一时间将手机还回去 洛丽虽然还是有些怀疑机长隐瞒着什么 但也没有继续纠缠着问她 尽管救援迟迟没有到来 可他们四男两女还是要想办法在这座岛上生存下去 而昨天老黑给安博做完手术后 她的情况还是比较乐观的 不过没有抗生素等药物 接下来就只能靠安博自己了 另外他们还在这岛上找到了一条内陆河 老黑建议洛丽带着婴儿过去洗个澡 洛丽一听顿时有些激动 立马就抱着婴儿起身跑过去